本港非華裔人數持續上升 有團體調查說 受訪市民對巴基斯坦、非洲和里泊爾等 少數族裔人士接受程度最低 期望政府加強公民教育 五毛年報導 非洲裔的Ada在香港土生土長 她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 但同學仍然不太接受她 很傷心 因為我想跟我的朋友還我 但她們都不同 因為她們覺得我很骯髒 我的顏色 有團體由07年中至今年初 收集了1800多名 學警、老師和學生等意見 結果顯示 受訪者對巴基斯坦、非洲和尼泊爾人的 接受程度最低 13分是滿分 他們只是得到不夠8分 相比美國、日本等人士 香港人接受他們的程度就高很多 調查有紙倉 只有大約6成多人接受 和巴基斯坦、非洲和尼泊爾人 住在同一個社區 和一起搭公共交通工具 調查機構融樂會就期望 平等機會委員會和政府 可以加強公民教育等工作 因為裡面牽涉到我們問卷裡面 可不可以接受同事 可不可以一起去學校讀書 可不可以住同一個社區、同一層樓 這些如果你都不想的時候 是會進一步將它 我們叫exclusion去排斥 那豈不是更加困難去融入社會 平基會亦都說 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群 是重點工作之一 下星期三是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 融樂會就希望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 令市民認識不同種族的文化 和了解少數族裔的生活 藉此減少歧視 亞洲電視記者 五毛連報導